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penglihatan tentang 70x7 masa ini sangat rumit ada rakan sekerja yang kurang yakin untuk menerangkannya dia berkata demikian kerana rendah hati kalau melihat penerangan gereja lain di internet memang banyak dan rumit sekali penjelasan itu setiap orang mengatakan yang berbeza hari ini bersandarkan bantuan roh kudus untuk menjelaskan penglihatan 70x7 masa yaitu slide ini menunjukkan 70x7 penglihatan ini adalah berkenaan tempoh gereja dari perjanjian lama sampai baru termasuk perkara yang berlaku dalam tempoh 70x7 itu dari perjanjian lama sampai baru sampailah kedatangan Tuhan Yesus proses dalam itu adalah seluruh penyelamatan rancangan Tuhan dalamnya ada pekerjaan iblis pekerjaan roh kudus sampai akhir jemaat mengalami penganiayaan yang besar ada penghakiman Tuhan sungguh kaya sekali iaitu dari perjanjian lama perjanjian baru Tuhan Yesus sampai hari kiamat kita lihat Daniel fasal 9 dari ayat 24 hingga 27 kita baca satu kali supaya ada konsep Tuhan Yesus sampai hari kira 要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属尽罪孽 引尽勇裕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高至圣者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处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 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接带豪 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受高者 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亡的名 来毁灭这城和圣索 至终必如洪水沖沫 必有征战 一致到底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蒙月 一期之伴 他必使祭事 以贡献子戏 那行毁坏可真的 如飞而来 并且有愤怒 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知道所定的决策 那整个内容 就是在 在这几节当中 全部是在这几节当中 你看 圣经 把这么重要的 把这么漫长的时间 从旧夜 一直讲到末日 讲到夜出再来 就用这几节 讲完了 所以就算读了 也有很多人不明白 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先来看 我们明白是一位圣灵 带我们 我们是靠圣灵来讲圣经的 我们先来看 这个意象的背景 他的背景是怎样 他的背景是怎样的 这个意象 重要的意象 他的背景就是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看到的 而且他的祷告是 认罪悔改的祷告 然后我们来读二十一节 二十一二三 我正祷告的时候 先前在意象中 所见的那位 加白列 封命 幸述的飞来 也在现晚期的时候 按手在我身上 这个谈论里说 他正在祷告 那天使 加白列 来告诉他 这个意象 所以 看二十二节 二十二 加白列 他只教我说 但于你 现在我出来 要使你有智慧 有聪明 二十三节 二十三 你肯确求的时候 就发出命令 我来告诉你 因为你大蒙 见爱 所以你要 思想明白 这以下的事 还有这个意象 天使告诉他说 他是奉神的命 来跟他讲解 这个七十个 意象 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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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在为耶路上人祷告 他是在为以色列名神的百姓祷告 因为他看到 为什么 看到耶利米说说 为什么 以色列人会被辱到巴比 他 melihat surat Nabi耶利米 mengapa orang Israel ditawan ke巴比 因为 因为犯罪 因为不守戒命 然后又看到 耶利米先知的意言说 70年后要回国 神要释放他们 当他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他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 他就会回来认罪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要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首先要懂 会在神的面前 认罪回国 那神就愿意将 更荣耀的事 更奥秘的事 更重要的事 来告诉我们 来启示我们 但耶利米是因为这样 来看到这个意象 我们今天一直在祷告 我们今天一直在祷告 求神显神 求神显荣耀 求神 信望我们的教会 这一切祷告都是正确 也是需要的 但是缺少一样 非常重要 没有认罪回感 我祷告一直祷告 我们常常祷告 每个礼拜祷告 神啊你要祝福我们 神啊要跟我们同在 神啊你要这个神 你要那个 你在命令神吗 你在吩咐神吗 一天一天 每个星期三天 我们都要祷告 神啊 那是我们继续做 那些骄傲的事 继续在祷告 但我们继续做 但我们继续做 那些骄傲的事 没有承认罪过 没有承认罪过 没有承认 教会的问题 四年前 跟到今天 我第二次来 四年后 sampai sekarang inilah kali kedua 我来到 神都藉着 不人的口 这座传道的口 不断的讲出 Sabah教会的问题 Sabah教会应该要面对的 要回感的 那肯定会得罪很多 长老知识 你是属于啊 你们来到对 讲我们的问题啊 你是属于啊 你又不是我们这里的传道 所以听说有人 反对我明年来 我已经送到消息了 明年 明年的节目 现在就要开始 开始安排了 然后 sekarang harus mengatur aktiviti tahun 有的人问 为什么 反对我来呢 他常常骂人的呀 为什么要他来呢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的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不愿意认罪 不愿意回感 不愿意接受 道理的励点 甚至道理的指责 不愿意接受 是否你只要 你只要向神 做这些 先回改吧 先认罪吧 先接受到你的励点 甚至到你的责备吧 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kenapa hari ini saya sampaikan hal ini 这个重要的意象 是怎么看到的 bagaimana mendapat penglihatan yang penting 因为你自己说 二十一之后 我正在道告的时候 那他的道告的内容是什么 那你自己去看 第九章了 他的道告内容是什么 都是认罪回感 semuanya mengaku dosa 不愿意向神 祈求神社你 祝我们得罪你 我们负责你的荣耀 祝我们错了 这就是认罪回感 现在不是的 但现在不是的 没有人 没有人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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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呢 所以谁还敢在台上讲呢 没有人说的 没有人说的 大家继续都感觉到自己 自我感觉良好 很圣洁 很属灵 很爱主耶稣 是不是 这就是几十年的 这种态度 这种在教会带领的心态 为什么不委感 不认罪啊 大家不是承认吗 现在祷告求神 越来越少人得神 不可惜 不可惜 所谓的得到神灵 也是不充满了 也是 又好像有 又好像没有 又没有 又好像有一点点 但被一直在含 一直在含 不是这样子吗 即使才能 menerima Roh Kudus dan asik mempertikahkan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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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dulu kami terima Roh Kudus 不用这样 不不用的 不可能 difficult 不需要 长老师 来冠定你的 清泉 不用的 不需要 任何人说的 对人来 你忘记了吗,当时灵人会祷告,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 你会在你前面的,或者在你后面的,或者那边 你就会听到那个人得圣的时候,哇,灵源很充满 就会听到,哇,有人得圣灵了 你不是知道,你自己也在祷告的时候,你都知道 哇,那个人得圣灵了,那边有人得圣灵了 你不断地讲灵源 需要我们来这样去听的吗 现在去听了哦 好像有哦 有没有有的啊 有一点点啦 有个来听 没有啦,根本没有啦 你讲那些长老知识怎么办 在吵架 这个世纪二十年里的这种现象 因为所谓的得圣灵,得到圣灵是这样的 还不认罪悔改 如果有一两个两三个 感谢主哦 有的交代咯 所以,如果有人得有了 如果有人得了 是哪来交代的吗 但是神的本来就是没有神的人需要得到的 本来就是主耶稣要给他们的呀 这么重要的印象是因为正道高 任罪回感的时候 神派天使来歧视 那天使也说 神会歧视你 可以让你告诉这么重要的印象 因为你蒙神尖爱 你是蒙神所爱的 所以神愿意把这个重要的印象来告诉你 让你知道 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让神喜悦的功能 让神欢喜 让神满意的功能 不是就是讨讨人喜欢 讨讨这个喜欢 讨讨这个喜欢 不是啦 很多人喜欢你的 不代表神喜欢的 可能是神不喜欢的 神是不要的 因为一个中心的功能 一个对神 对真理中心的 不可能你个人都喜欢他 绝对不可能 如果连山羊都喜欢你 你是有问题的 教会不是有山羊吗 如果肯定也有带子 带子不是从神来的 从魔鬼来的 人从魔鬼来的也喜欢你 你开玩笑啊你 这不是我讲的 在神的国里面有带子 有麦子 有棉羊 有山羊 有没有 在教会里面 这不是有问题吗 简单说 连山羊都喜欢你的 你不要开玩笑 连山羊都喜欢你的 不可能吧 所以我说 一个中心的婦人 一个圣洁的婦人 不可能 面面激动 每个人都喜欢 不可能 他一定是得罪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 大家都要做 每个人都喜欢的传道 每个人都喜欢 这个也喜欢 那个长老也喜欢 这个姿势也喜欢 那个姿势也喜欢 有可能嘛 这样票数会很多嘛 所以他哪里要去得罪人 所以他看到你错了 他哪里敢指着你呢 这就是今天 就是教会的罪 教会的黑暗 教会的腐败 这就是教会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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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么这个 这个意义的内容呢 是由谁来讲解呢 这个意义的内容是由 天使亲自讲解 看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你出懇求的时候 我就 的时候就已经发出命令了 那我呢 这就是天使 我来告诉你 神才派我来告诉你 那二十四节开始 天使就开始 讲解这个七个七的意义 那我们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看到这个意义 有分三个阶段 那我们先讲 这整个意义的内容 它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重点 内容是什么呢 先抓住这个重点 你就容易明白 二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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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义的目的呢 是为了本国之名 还有圣城 圣殿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的意义 是为了本国之名 就是神的百姓 以色列人 还有圣城 神的城 神的国 神的殿 是整个意义的目的 整个意义的内容 虽然过程 总会牵涉 很多很多 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事情 但是神的心目中 神的心中 只有两个 但是 一种是神的信任 一种是神的信任 一种是神的殿 其他的不是神的 不是神看中 神看中的是 祂的百姓 祂的选民 祂的额民 再来就是神看中 祂的教会 看中祂的圣殿 看中祂的圣城 kemudian 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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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为他一生 在一生中 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他最在意的是什么 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我提出三件事 我提出三件事 祂的生命中 一生中 生命中 最重要的三件事 在整个人生中 最重要的 三件事 从一章看到 最后一章 也是这样 讲完过后 第二天 我问这些 同工 第二天 我提出 那一生中 他的生命中 他最在意的 最关心的 三件事是什么 这位传道经理 传道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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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复一次 我再重复一次 他一生中 最关心的是什么 传道经理 我又耐心的好 我说当你一生中 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他想了很久 他想了很久 他想到 他想到 进修会 你说 你叫我怎么来讲 这个答案 昨天才讲 昨天 昨天才讲答案 今天就不知道 今天就不知道 人问问题 问什么问题 都不知道 到底是我不会讲道理 还是他们根本没有听到 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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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他们 没有听到 他们没有听到 但以于一生中最在 第三件事 有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他的神 第一个就是他的神 第二个就是神 神殿 第二个就是神殿 第三个就是神的百姓 神的神 第三个就是神的百姓 第三个就是神的百姓 他看到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神的百姓 没有得荣耀 我们没有办法 就荣耀神 神的百姓 受到贵 第二个就是神的百姓 他看到 他看到以色列民卖偶像被拒絕 他遭受被拒絕 他心里很痛 他看到耶路撒冷圣城被毀滅 他心里很痛 他不斷的禱告就是为了这三件事 他不斷的禱告就是为了这三件事 没有其他的事情 没有其他的事情 没有为了说我的孩子赚钱多一点 孩子考试考第一名 哪有这样为这些禱告 这三件事很容易记住 而且当于里所说我们的故事都从小听到大的 我们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关心的三件事吗 这三件事也许是今天我们正义主教 每一个神的你每一个传道都要记得 都要关心的 第一个就是神 我们的神 第二个就是神殿教会怎么样 现在的教会怎么样 第三个就是百姓 这个信徒现在的信仰怎么样 第三个 bagaimana 这是把他们放在我的心里面 不信任何人 不信任何人 我讲完了 我讲完了 我回家了 我讲完了 我讲完了 我回家了 我讲完了 我回家了 教会怎样 你们不关于是你当什么传道啊 你做什么传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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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么执事啊 你做什么执事啊 这三个事是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放在我们的事风里面的 我们会哭的 我们会被伤的 我们会生气的 因为我们有血有肉有皮有骨 有生命的事风 只有一个不会生气的 不会悲伤的死人 死人他不会生气 他也不会悲伤的 你只骂他 你替他都没有感觉 你死了吗 你的事风没有生命的吗 你今天看到传道会生气 会悲伤 会笑 会快乐 会难过 因为你看到的这个传道 是有生命的 这个教会就是他的家来的 那些小哥都是他的弟弟 他的兄弟 那些小哥都是他的弟弟 他的兄弟 你看到你的弟弟乱七八糟 你看到你的家庭乱七八糟 你没有感觉的呀 你没有感觉的呀 如果 如果 你当你感觉 你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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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像没有感觉 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讲这种话 退休了 还要去多休 其实又退休了 所有人 还是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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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正关心 这些信 我们读识 学习识 我们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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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在 在宫师的时候 神在信心 像 就业 业 他讲 就业的业 不是这个 这个你们不要学 berharap pada zaman akhir Tuhan membangkitkan Daniel bukan Daniel ini tapi Daniel seperti dalam perjanjian lama 这样教会 神的荣耀 才会在此的彰显 神的 我们才 信徒才会 真正的 悔改认罪 dengan itu barulah kemuliaan Tuhan ditunjukkan dan pemercaya bertobat dan mengangku dosa 好 这个就是 20世纪 整个 77个 意象的 整个内容 就是 神的 神的 选年 inilah seluruh isi kandungan dalam ayat24 70x7 yaitu kota Tuhan dan umat Tuhan 为什么 很多人都说 这个意象 非常难解呢 为什么 ramai orang berkata penglihatan ini susah ditafsir 因为 所有的事情都 混合在一起 分不清楚 karena semua semua perkara dicampur aduk dan susah untuk dibezakan kalau kita bagikan peristiwa itu dalam tiga peringkat itu menjadi jelas saya sudah bagikan 他的内容 第一个 时段 是 一个 七 不是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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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把它分开来,分三个阶段,三个十层 那我简单的讲解 七个七,是发生什么事呢? 七个七这个时段呢 就是从古列王出令回国重建圣殿 一致到 Nisimi,回去重建城墙为止 七个七个七的时间里,时段里面呢 就发生这些事情 我把它简单化了,所以你一看就懂了 简单化就是从古列王出令回国重建圣殿 然后呢,又到 Nisimi,也是回国重建城墙为止 这是七个七的时段所做的事 当然这段时间也有很多故事 也发生很多事了 那你要看 Nisimi,这样 你要看这个Israzi 你也要看这个Hakai书 也要看这个Sajari 因为这几本书简单都发生在这个七个七里面的事情 那从初来回国,一公里回国几次知道吗 自从初来回国,一公里回国几次知道吗 那自从初来回国,一公里回国重建圣殿 也要再一个200扭引ęt 那里面就发生很多事 那里面也发生很多事了 那我们也发生的事了 第二批柬子谁很好 mountain知道吗 第二批柬子算 Japan Izra Izra Isra Isra Izra 第二批柬子 Se sine 從要 從Yeruse 它的 那她是从ja给什么 ENTS doet 使用 Isra 第二批chsel 子是重建什么 加чик 我能够用 姦 出 manual 重建信仰 那第三批就是 尼西米代 那他回去 重建成长 所以三次回去 三次的重建都不一样 第一是重建圣殿 第二是重建信仰 第三是重建成长 第三是重建成长 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是七个七里面 发生的事 神所要做的事 那知道六十二个七 又发生什么事吗 那这个时间就很长很长 那六十二个七就是 发生重建完毕 三个重建 重建圣殿 重建信仰 重建成长完毕 然后就一直在等候 尼西米代的降临 那这个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等待跟盼望 它们练建成长 从重建完毕 一直等到基督在 耶稣降神 那当中就跨到新月里面去啦 这就是六十二个七里面发生的事 那里面就很漫长的等待跟存在 那就是六十二个七里面 的事情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看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那里去读 你当知道 你应当明白 从出令 重新建造 耶路撒冷 一直到有受高者 就是耶稣基督的 这样出现 这段时 时段呢 必有七个七 还有六十二个七 有没有 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是多少 就等于六十九个七 所以简单说 六十九个七里面 从重建圣殿 一直到耶稣再来啦 简单讲就是这样啦 不是耶稣再来 耶稣降生 这就是六十九个七里面 已经发生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的事 但是当时 当于你这样 天使这样讲的时候 大家就业圣经是不明白 的时候 在这个六十九个七里面呢 正在艰难的时候呢 耶路撒冷的城墙 连接戴好都被重新建立 神动功神通在 天使六十九个七 itu maka tanah lapang dan parik 耶路撒冷 akan dibangun kembali kerana bantuan Tuhan 这是天使的解释 在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里面 就是 出令回国 到耶稣降生 dalam tempoh七 dan六十二 kali tujuh masa itu adalah dari perintah membina baik sampai 耶稣降生 bagaimana pendeta tahu ini 你刚才不是读了吗 从建造 耶路撒冷 一直到 有受高军的时候 受高军就是指基督 就是指尼 出令 这里 mengatakan 耶路撒冷 dipulihkan dibangun kembali sampai kedatangan orang yang diurapi iaitu Mesias dalam tempoh yang sukar inilah 耶路撒冷 akan dibina semula kita sudah selesaikan 69 kali tujuh tempoh 69 kali tujuh sudah lalu sekarang tinggal tempoh ketiga itu tempoh terakhir tujuh yang terakhir berkaitan dengan kita 69 itu rakyat perjanjian lama 那么来看 tujuh yang terakhir itu apa yang berlaku sebelum saya teruskan saya beritahu dalam tujuh yang terakhir ini terbagi kepada dua bagian tujuh masa terakhir terbagi kepada tiga tahun setengah pertama dan tiga tahun setengah yang kedua adakah Alkitab mengatakannya kita lihat 26 yang terakhir 26 yang terakhir 26 1 2 3 yang terakhir yang terakhir 就是基督耶稣必被剪除 所以耶稣被定死十字架 被剪除被杀害 是过了六十九个七的世纪 然后呢 后来说一无所有 什么东西一无所有 然后呢 必有一个王的名来毁灭这个城 还毁灭这个圣所 到失踪到最后呢 圣所圣城呢 必如洪水被冲没 没有战争 然后呢 必有战争 一直到底没有停止 这荒涼的事已经定了 简单说 在过了六十九个七后 剩下的最后个七就会发生这几件事 selepas六十九 kali七 dalam tempoh七 yang terakhir itu akan berlaku ini 你把它列出来 你们自己写 可以 tulis atau senaraikan 第一 受告者一定会被剪除 第二 有一个王会带领他的名 他的名 毁灭圣城 毁灭圣城 这两个重点 两点 这个荒涼的事情 已经定了 已经定了 一直到底 那看二十七节 刚才所讲的就是 最后一个七里面发生的事 可是二十七节又突然间解释说 最后一个七里面 有分前后的 现在没有分前后的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朋友 那 iaitu akan membuat perjanjian menjadi berat 现在有一个 这个他是指谁 这个人跟谁坚定朋友 跟谁利益 跟谁迁业 dengan siapakah 他 mengadakan perjanjian 注意看 一七之半 一七的 七年的一半 就是三年半 在 后三年半 一七之半 就是后三年半 这个他是谁 必使记是 以贡献的 使记 使记会 贡献 献祭 全部停止 敬拜停止 然后三 tahun setengah lagi akan menghentikan korban sembilihan dan korban santapan 这个后三年半 那行回 坏可真的 如飞而来 这个三 tahun setengah yang kemudian itu sayap kekerjian akan datang dan membinasakan 这个就是 我们教会 神国 遭受到 被告 甚至被 踐踏的 时段 然后呢 后来呢 有愤怒 请到在那个 行回回 真正的身上 神神探 akhirnya ada murka yang menimpa pemusnah itu iaitu penghakiman Tuhan 这些事情呢 一致到 所定的 绝技 耶稣再来 结束为止 semua hal ini akan berlangsung sampai kedatangan Tuhan 耶稣 dan semuanya selesai 这个后三年半 教会发生的事 一定要 一定要看 起司路 kita mesti melihat kitab wahyu untuk mengetahui apa yang berlaku dalam tempoh tiga tahun setengah kemudian mulai minggu depan kita akan melihat tempoh gereja dari kitab wahyu 那时 你们应该 会更清楚 因为我会 画出一张 图表 karena saya akan paparkan jadwal 这个时候 发生 什么事 这个时候 这件事 就会发生 什么事 这个时候 这件事 就会发生 什么事 这些全部 都是 其数 所讲的 全部都是 后三年半 的事 什么 yang dikatakan dalam kitab wahyu ialah yang berlaku dalam tiga tahun setengah yang kemudian kemarin kita sudah lihat patung besar itu jari kaki yang terakhir itulah tujuh yang terakhir 那么 最后 一个 kita 有 前 三年 半 后 三年 半 我们 现在 教会 现在 就是 在 后 三年 半 知道吗 最后 一个 比如说 四年 就是七 年 而已 前 三年 半 已经 过 七 我们 现在 剩下 三年 半 而已 sekarang kita masih ada masa tiga tahun setengah 三年 半 当中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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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 多 年 dalam tiga tahun setengah ini gereja benar telah muncul dan sudah berlalu seratus tahun bukan gereja kita sudah menyambut ulang tahun seratus ulang tahun itu sudah berlalu 三年 半 又 再 扣 一百 多 年 还 剩下 多少 时间 kalau tiga setengah tempoh itu sudah berlalu seratus tahun berapa masa yang tinggal 这是 整个 70 个 意象 的 内容 seluruh isi kandungan 70 kali 7 我来 解释 前 三 年 半 最后 一个 期 前 三 年 半 berlaku dalam tiga tahun setengah tempoh yang pertama untuk firman Tuhan Yesus menjadi manusia mati disalib bangkit dan terangkat ke syurga kemudian roku diseturun kemudian rasul membangunkan jemaat para rasul semuanya berlaku dalam tempoh tiga setengah tahun pertama jadi Yesus dilahirkan dalam tempoh tujuh masa yang terakhir dan dalam tiga tahun setengah yang pertama itu Tuhan Yesus telah dibunuh dan telah menggenapkan anugerah keselamatan 使徒 教会 不是 圣灵 降下 来吗 bukan pada zaman para rasul roh kudus turun 那 是 早以 圣灵 早以 圣灵 也 叫做 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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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意思 是 你 播种 殺种 过后 就 下雨 然后 让 你 播下 的 种 可以 生 出 水 可以 让 它 生 hujan awal bermaksud selepas menabur hujan itu turun untuk membasah inya supaya ia dapat 圣灵 叫做 秋 所以 roh kudus yang diturunkan pada waktu awal ia adalah hujan awal 但是 主 耶稣 殺种 过后 那个 圣灵 要让 这些 天国 种子 生长 所以 它 一定要 下雨 一定要 有 圣灵 这样 来 selepas Tuhan 耶稣 menabur benih kerajaan syurga harus roh kudus yang turun 但是 那个 使徒 时代 教会 也 过去了 到 sampai kemudiannya seluruh gereja rasul telah rosak dan lenyap 这就是 前三年 半 发生的 事 也是 已经 过去 所以 我们现在 圣家要讲的 就是圣家 最后 三年 半 这是 真正的 末世 时代 进入到末世 的 最后 三年 半 所以 在最后 的时候 完以圣灵 再次降临 1917 我们 大家 承认 大家都 同意 17年 正教会 再莫斯 再建立起来 再重新建立起来 在特派 最后 我们 都说 是圣灵 第二次降临 知道吗 第一次是在五孙节 时代 我们 圣灵 是第二次降临 圣灵 叫做 春雨 春雨 是什么时候 降临 原来就是 他们要 收割的时候 要收割 已经 已经 已经成长了 要收割的时候 生命降临 水降临 就是让那些 要收割的果树 那些 所种的 让它更加的 风生 藏着更多的 汁 所以 春雨的目的 是这样 让已经种下的 那些 更加的 风生 更加的 尽力更多 所以我们都知道吗 什么叫做 完以圣灵 跟 早以圣灵 sudah知道 apa itu hujan musim semi hujan musim awal 这个预言 是在 夜尔数二章 我们看一看 也可以 可以 可以 请看 夜尔数第二章 我们看 夜尔数二章 二章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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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章三章 幸安的名 你们要快乐 为耶尔花 你们的神 来欢喜 为什么 因为 祂是给你们 赫意的秋雨 为你们 降下干露 什么呢 就是秋雨 和春雨 和先前一样 这个预言 圣灵要降两次 要两次的降 当时的秋雨 甚至这样讲的时候 没有人听得懂的 那些百姓 以色列都听 会听得懂 他们所谓的听得懂 就以为是说 使用他们的果树 他们的农作物 春雨 秋雨 他们是明白那种而已 他们哪里会明白 是将来 正耶稣教会的出现 再一次 第二次降 那就是 后三年半 发生的事 就是我们现在 这样明白 那个 正教会 事关了没有 我们说 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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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句话讲什么 最后一句话 他讲了就断气了 成了 最后一句话说成了 然后就逼他 成了 我们就解释错误了 因为整个救恩完成了 救恩成立了 因为安ugerah keselamatan sudah sempurna sudah berjaya 耶稣也说成了 耶稣 pun berkata sudah selesai 你没有解释清楚 tidak dijelaskan dengan jelas 耶稣说成了 是指 那个十字家的救恩 十字家要 要设罪 救出的那个 设罪 成了 成功了 因为 kerja penembusan dosa di salib itu sudah selesai 没有人可以去见神的 tidak ada orang dapat berjumpa dengan Tuhan 现在可以 靠着主耶稣的 谁 主耶稣的救出 实际上 可以去见神的 可以自己面对神的 可以了 menerusi darah Tuhan 耶稣 manusia boleh terus berdepan dengan Tuhan 这个桥已经做好了 这条路已经通了 成了 jambatan jambatan sudah siap jalan ini sudah siap 他所成的 只是 救恩十字家 那部分 的成功 原来 救恩 神的计划 还有第二阶段 rupanya rancangan Tuhan ada peringkat kedua 最初 所成立 所成功的 所被 所成了 的是 最初的 第一个阶段 因为救恩 还要救到 第二阶段 他要救 更多人 进天国 所以他必须 进入第二阶段 所以第二阶段 就降 圣灵下来 有没有 所以圣灵 降下来 是救恩的 第二阶段 不是 第二阶段 的救助 是救恩的 第二个 工程 与 第二阶段 是 神明将领 就是要 到处建立教会 让各国 各方的名 可以进入 方舟 进入教会 而得救 这就是神 救助 的第二阶段 这是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是 耶稣真 自己来成立 自己成就 没有人 可以参与 第一阶段 的工作 没有一个人 有资格 你不要以为 我爱神 我愿意牺牲生生命 我替耶稣来死 我定死 之家 你没有资格 你 你自己都要被 审判而死的 你自己都是 满身 罪恶的 你自己都要被 审判的 所以神自己到成就成,只有他唯一的他能够做而已 这么艰难的工作,这么伟大的工作 主耶稣,神自己来成就 自己完成了 原来这只是救人的第一个阶段而已 如果没有教会 那耶稣成立这个救恩有什么用呢 是的,你已经成立救恩了 你的血可以射罪了 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没有教会的 没有教会 没有方舟 没有方舟了 进入方舟得救 没有方舟了 那么世上的人怎么样得救呢 所以你的十字架不是变成空的吗 是空的吗 所以神的计划 十字架成功后就一定要进入建立教会的 所以神的计划 就是建立教会 这个道理耶稣讲很清楚啊 这个道理耶稣讲很清楚啊 你们的神明降下来的时候 从神头来的能力 你们必得到能力 和警期间的转人 在名字上,在名字上, 在名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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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圣灵降临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 尽力教会 那些进入教会的 藉着主的保血, 圣灵的全品, 成为神的额尼, 尽被洗净成为圣洁的额尼, 所以这才是圣灵真正的额尼, 尤其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你看今天的教会的清醒, 你看到今天的教会是清醒, 哦,感谢主她得圣灵了,感谢主, 祝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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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了,祝福了,祝福了, 得到圣灵了, 祝福了, 已经有了, 所以祝福了, 祝福了,祝福了, 祝福了, 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没有改变, 所以他是有点改变的, 我还在妄醒中, 也是很糟糕的啦, 所以很糟糕的了, 有时在祝福了, 好,祝福了,祝福了, 在言之中, 在言之中, 但是当祝福了, 当祝福了, 才会估计, 这是自然的奸命, 就是在加采赋, 你们只是在讲严学, 没有人住唯 delay 没有人住唯小 没有人住除唯有唯语 有些宝也不会有 oportun 只看 λヴ元而已 说话 唯语言 唯语言 如果你说唯语 要不觉得唯语 不 captions拜登说 因为奥罗说 奥罗说 奥罗说 如果我会讲万语方言 很会讲,很流行 没有爱的 没有行为的 没有果子的 这个灵源 刚才会 那些空的 其实说你只是讲灵源 空的 没有果子 没有行为 没有荣耀神 德圣灵不是这样的 德圣灵呢 是叫建立教会 我们自己就是教会 什么叫教会 教会是每一个被主耶稣 洗净的被主耶稣 买来的 买回来的 成为主的儿女 叫做教会 一群人 那原文是呼出来 叫出来 从世界 从巴比伦把他们呼召出来的 从世界出来的一群人 这个是原文教会的意思 那你就是教会 我就是教会 那圣灵将云 就是要建立教会 那就是要建立你的呀 你还没有传播给别人之前 你做不到这个 你自己建立自己呀 自己就是教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呀 在我的身上 我要拥有神 建立一个神的圣殿 里面有爱 有圣洁 有神的能力 有权品 有各种 主耶稣的那种完美 我們要建立 你建立war 神的 自己建立 自己建立 家建立 自己建立 成为荣耀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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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建造荣耀的圣殿 因为如果证明这样的 更多人得救 我们教会现在正在进入第二个圣殿 还有第三个圣殿 还要进入第三个圣殿 才叫做大功告成 就是主耶稣说的 真正的成了 父啊成了 第三个圣殿还没有到 一定会到 第三个圣殿就是 整个教会 好 第一个圣殿 耶稣成功了 做成完成了 第二个圣殿是 你也发挥出世界 给你建立教会了 感谢主耶稣说的 也算是成功了 但是没有第三个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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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没有被提到天上去的 没有 没有 那所有的开始 第一个圣殿的全部都是失败 如果 begitu 失败 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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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建立了很多教会啊 有什么用的 真的有很多教会啊 有很多教会啊 有很多教会啊 有什么用的 神的救出计划 叫做 彻底失败 所以神怎么会让 祂的计划失败呢 所以神一定会让祂的计划成功的 因为这是 旧人的计划 到最后 就是整个教会 要被 提到天上去 这是最精彩的 也是最荣耀的 所以耶稣这样告诉我们嘛 当那天你们看到 主耶稣来了 你们不要害怕 不要哭知道吗 我们要停起 停手 停起 停手 berdiri tegak dan mengangkat muka kita 因为 就是说 我们得 永药 得 术的日子 kerana Tuhan Yesus berkata waktu untuk kita menerima kemuliaan sudah tiba Dia datang bukan untuk menghakimi tapi menyambut kita naik dengar baik-baik Dia datang bukan untuk menghakimi kita Dia datang mau menyambut kita naik 他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 得 永药 得 永药的日子 waktu Dia datang ialah waktu kita terima kemuliaan sekarang kita menunggu hari itu di peringkat kedua ini kita masih sedang berusaha pendeta sangat tegas dan dikatakan memarahi kamu pun tak mengapa sebab saya mau semua diangkat ke syurga kalau orang yang tidak menerima teguran dan tidak bertobat tidak mungkin diangkat kalau kamu faham hati Tuhan Yesus kamu akan faham kenapa pendeta sangat tegas sangat tegas dan langsung tidak memberi muka ini bukan soal muka ini soal keselamatan jiwa tapi hal ini pasti tidak disetujui oleh iblis iblis tidak akan mau kamu masuk syurga kalau iblis mau kamu masuk syurga itu bukan iblis kalau kamu masuk syurga dia maukah terus menipu dan menghalang dan menyesatkan kamu firman ini untuk menguduskan kita firman ini untuk kita bertaubat dan masuk syurga iblis berkata jangan dengar dia pendeta sebab pendeta ini angkud dan tahu marah orang saja halolah dia sebab kita tidak mau teruskan saja begitu tidak perlu mengaku dosa dan bertobat tidak ada baruh kudus datang kebaktian sekejap beri persembahan selesai iblis mendorong kamu dengan cara begitu tapi kemudiannya menghalang jemaat daripada diangkat tiga peringkat masa anugerah keselamatan kita bincangkan tempoh gereja jadi ini tempoh anugerah keselamatan Yesus datang mati di salib supaya kita dapat masuk syurga kalau tidak untuk apa Paulus berkata kalau kita percaya Tuhan untuk kebaikan hidup ini saja untuk apa kita percaya Tuhan tapi hanya ada pengharapan hidup ini kita lebih malang daripada semua orang orang yang tidak percaya Tuhan sangat berani untuk mencari keuntungan sebab mereka tidak ada syurga jadi tidak ada syurga jadi mereka sangat berusaha di dunia mereka menikmati segala kemewahan dan dosa di dunia tapi kalau kamu percaya Tuhan tapi kamu tidak mengejar masuk syurga kamu hanya mau berkat dunia ini Paulus berkata kamu lebih malang dari semuanya sebab kamu tidak mendapat apa tidak ada syurga tidak ada dunia tahu orang kafir kalau tidak ada syurga dia ada dunia sedaya upaya dia dia menikmati hidupnya wang kedudukan kekayaan semuanya Paulus berkata kalau begitu untuk apa kamu percaya Tuhan lebih malang dari orang lain kenapa hari ini kita percaya Tuhan karena ini apabila tempoh ketiga itu datang aku mau naik ke syurga ini tiga tempoh atau peringkat masa anugerah keselamatan gereja 我们休息一下 好吧 rehat sebentar